我們把老鼠趕走 腰鼠趕走 對 謝謝 今天是我在我教會應該是最後一講 就是我的後線帶到整個心體裡面 到這個心境中教會應該是講完了 可是大家覺得 你看他介紹 我們人在這個學院 他要怎麼團團 你都不夠 往後人不夠 再講一講這個 應該算是完結篇 我們講了那麼多 就是說到底我們怎麼樣 把前現代的耶穌 介紹給後現代的時代 這是我們基督徒的一個共同的議題 亞洲五十年代 一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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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現代的建築 後現代 我們從Premodern Jesus 帶到Postmodern World 這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我在後現代必須要 每一個挑戰 一個挑戰 這個問題 不是現在在問 亞洲的時代 就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要跟亞洲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T.E.S.T.A.R.E.S.A. 肥料文是這樣的 明圍的 正在教研 Premodernisya是真理 S.T.A.R.E.S.T.就是發 發 這是 truth 這個問題 剛才是 修學代的問題 整理是什麼 整理是什麼 所以我開始介紹 我會說 後現代是知識論的問題 就是 你怎麼知道 這個是真 知識者關於後就知道 前现代论有科学之道 这是现代的看法 前现代论有哲学之道 或是上帝之道 这是前现代的信念 要不然有宗教信仰 要不然有哲学理念 现在论宗教跟哲学都不能实验 那个都不算 我能够拿到实验室实验的才是真的 所以我们前现代的一句话 叫做眼见为真 有修明 在医学上叫做dividend based medicine 实证的医学 我可以拿数据给你看 这是现代的观念 后现代就发现说 你们讲的这句话 其实都是一种霸凌 你们用专家的角度要霸凌 没有专家的地位的人 这个本身也有问题 他们就找出很多 从乙元学上面来挑战 然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可以让大家讨论到底后现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基本上是知识论的问题 Ephisteminology 知识论就是我们说什么叫做真的知识 就是真理的问题 整个问题 这是彼拉多 所以我说前现代的彼拉多 然后问了一个后现代的问题 好 那我们要介绍这个前现代 现代到后现代 就有三个不同的宇宙观 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 或是更大一点就是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怎么看呢 那就看你用什么镜子看 那前现代他们是用望远镜 他们要看的是整个宇宙 最伟大的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光明镜 光明就让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宇宙 Telescope 这是前现代的观点 他看到的宇宙 就是浩瀚的宇宙 就是伟大的宇宙 那我们人在宇宙面前算得了什么 好像有一首歌不是吗 我好像以利沙 好像那是电视流行歌吧 就是说在茫茫的大海中 我只是海边的以利沙 我很高兴 你居然看得起我 你陪伴我 这个是一个 一个人过一生以后 发现他们会有个老婆 是不理不计地陪他 他就覺得他很幸福 他的幸福是因為 其實我在宇宙中什麼都不是 可是居然沒那麼在意 我一生 這個是 感謝由你 這是你可以連伴我 然後不離不棄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 應該叫做什麼 連續劇裡面的一條歌 那基本上他所表達的就是說 我們在浩瀚的宇宙當中 我們人算什麼 所以場次的感覺是一種宗教的感覺 一種敬畏的感覺 你可以說古代的人看到一個很大的樹 他就拜他 因為跟那棵樹比起來我們算什麼 所以我們拜九頭 我們拜明真頭 我們三里比較大的九頭 我們也拜九頭公 因為他很大 他很偉大 我們在他面前渺小 算不得什麼 這是前現代 把自己跟浩瀚的宇宙相比起來 產生的一種心態 那種心態也就是 奇妙敬拜 這個是兩個W Wonderous Worship 他覺得這個宇宙太奇妙了 所以在他面前 產生一種是敬畏 是一種敬拜的態度 所以我們用聖經 四篇第八篇三節到四節 來描述那種前現代的態度 我觀看 就是用望遠鏡看 看著你石頭所造的天 還有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 一和華我們的主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所以這個基本上 是一個敬拜 是一個送戰的態度 這個是前現代 所以就是宗教的態度 或是哲學的態度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前現代的代表 什麼叫做真 神就是真 因為神 只有神知道一切 我們人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前現代還沒有科學 所以對神就充滿了敬畏 那到了現在呢 就換成一種不一樣的鏡子 他不看最偉大的宇宙 他看最微小的世界 他畫面另外一個鏡子 是把那個玻璃倒過來 它叫閃微鏡 它可以把我們肉眼看不到的 這個最細微的世界 可以晃到我們眼前 更厲害的電子閃微鏡 可以看到幾乎看到分子的這個程度 我們就發現 哇這個世界不是外面很偉大 裡面也很美妙 但是呢 因為那個不是在天邊 那個是在眼前 所以我就可以去實驗 因為那個是在我掌控裡面 我看的是一個很小的世界 既然我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去改變它 我就可以去預測它 我就可以去控制它 這是人類開始覺得自己不是渺小 自己很偉大 我可以了解 我可以預測 我可以預測 我可以掌控 這是人類科學的三大訓練 就是 I can understand I can predict 我可以預測 既然我可以預測 我就可以位於籌模 我就可以去掌控 這個世界的演變 人類就充滿著自信 以前是覺得自己很渺小 現在覺得自己很偉大 全部與眾 是我在控制 所以你看 你們看到的 抽血 看到的這個 紅血球 還有血清 還有其他東西 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我們可以改變它 我們可以影響它 所以我們不是WW 我們變成很自信 可以掌控的一個人類 叫做Compident Control 是CC I am the master of my own 用這句話 我是我自己的船長 我掌握我的命運 我人生的方向 是我在掌控的 你不知道 我可以掌控你嗎 這一句話 也是彼達多講的 彼達多除了問說 真理是什麼 他還講過一句話 岂不知 我有權柄放你 也有權柄把你定死之家 因為他跟耶穌講的伴奈 耶穌一句話都不回答 彼達多還 你不知道我是法官嗎 你不回答我的話 你知道我可以判你死 也可以判你活嗎 你覺得法官有沒有這種權柄 有還是沒有 他沒有 他必須要根據檢察官 跟被陸律師所提供的證據 他做判斷 他並沒有任意判斷的權利 沒有任何國家給所有的法官 你要找判隨便 你沒有 他要有足夠的證據跟理由 所以他其實沒有權柄 他是要發讓人家拿出來的 然後他做 他能夠做得最好的判斷 是他要判斷沒有錯 可是並不是我要怎麼樣 我覺得沒有 沒有那個權柄 可是他有最後 他說的算 是他去評估每個人的證據 然後做他的認定 這是他的權利 可是他不能不管人家提的證據 他自己要做判 那個就不是 那個叫做恐龍法官 我會想把他弄下來 這個亂判不行 但是至少他有那個權柄 所以在現代的人認為 我有權柄 做這個做那個 那是我的決定 所以現在的個人主義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們的最高的 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 最高都是science 可以說我們在座 大部分人都是在這種 基督教的長大 就是我們出生的時候 人家已經在科學的時代 所以我們是泡在科學的 匠缸裡面出來的 所以很多事情 包括信基督教 都要說 我們的基督教是合科學的 你幹嘛要一直講合科學 因為科學是老大 合科學的就是對 這是現代的觀念 他們的後線在後線中 也不是這樣 人包括科學在裡面 其實都是人弄出來的 既然是人弄出來的 都有問題 都可能有錯誤 所以這個科學的哲學家 這個叫做Toker 他就提一句話 他說科學只是 還沒有被推翻的假設 它並不是真理 這句話很對 因為所有科學的理論 都是根據觀察 人類的觀察都有限 那有限體制的理論 一定有缺點 後面的人 只要有更進一步的儀器 只要有更詳細的觀察 他可以挑戰這個理論 我們的科學是靠這樣進步的 所以前提就是 科學並不是真理 科學是還沒有被推翻的假設 他在等著被推翻 所以 他不能是絕對的 所以後現在就從這個根本上 把科學的那個權威 都會畫網根了 或是現在說 你也不要看神的鏡 你也不要看望遠鏡 你看什麼 看萬花鏡 你跟我小朋友在看那個萬花筒 Kaleidoscope 它既不是Telescope 也不是Microscope 那個很簡單 我們小時候玩過 拿三片玻璃 用一個紙板把它包起來 你畫一些碎碎的 那個花啦 什麼紙片 那你就用那個 到底看 很漂亮的一個圖案 可是問題在這裡 那個不是絕對的 你就要轉一下 它馬上變成另外一個圖案 每一個圖案都對 每一個圖案也不絕對 就變成是看你怎麼轉 你轉三圈還是轉兩圈 你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可是你看的是同一個萬花筒 裡面的東西都一樣 但是我們說角度就不一樣 只要角度不一樣 看見都不一樣 所以後現在就發現說 我們人一定沒有辦法看到 全景 我們都看到部分 我們都看到一些有有趣的景象 所以我們必須要承認 我們所看到的是一部分 既然是這樣就不要說 科學或是什麼是絕對的 沒有 所以我們就說 或現在就把這個絕對 也推完了 它那來講絕對的人 只是霸凌別人 但利用自己的專領 要把別人的不同的聲音 壓下去 這個就是一個 卡利歐斯套的一個 表達的圖 就是你等一轉一轉一轉 它的花樣 顏色 什麼是會改變的 你不能說是哪一個花才對 因為他們是在不同的角度 所看到的一個相同的東西 看到不同的印象 所以我把它稱作 HH 所以我們從這個 WW到CC 到HH 變成一個謙卑的詮釋 Handvo Hermonetic 所以我們人 這個詮釋其實是從聖經來的 我們看聖經 開始古代就是說 神的話就是真理 神的話就是真理 那問題是神的話就是語言不詳 他再講一句話 然後人家 這是什麼意思嗎 這個問題來了 當我跟牧師問說 這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牧師就在說 這個字希拉文是什麼 希伯拉文是什麼 它有幾個意思 所以是這個意思 那個就不是聖經 那個是對聖經的解釋 聖經沒有解釋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聖經就是北狀無理 這是一些文字 那牧師每個禮拜講到 就是要跟會友說 這一句經文是這個意思 是那個意思 所以 那個是牧師講的 那個不是上帝講的 這個就出來了 所以當一個牧師講到的時候 必須說 這是我目前所讀到的聖經的意思 這個就叫做謙卑的詮釋 這樣了解嗎 他不會說 這個就是真理 這個就是上帝的話 這個是我對上帝的話的解釋 因為沒有解釋 聖經是沒有意義的 那加上解釋 就把人類的角度加進來 你跑不掉 那問題是 現代的神學家是說 我講的是摩西的意思 哇這個就厲害了 五千年前 摩西在寫聖經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叫做 原作者對原讀者的意思 那這個意思就有等真 因為你也不是摩西 你也活在五千年 你就要去證明說 我講的意思 就是摩西的意思 那個叫做詩益 講Exegesis 因為摩西在講聖經的時候 他不會兩個意思 他一定只有一個意思 萬一他有兩個意思 他就是聖經整個內病 所以你也沒聽到他 那我就顧為哪個意思 不可能吧 他一定是一句話 一定傳達一個意思 那如果我可以知道摩西 那可就是唯一的意思 這是現代強調的唯一 後來人家說 就算你知道摩西的意思 你哪有什麼關係啊 那是摩西對五千年前的 以色列人講的話 你現在要問的是 那這句話 對我有沒有關係 還是我只是變成一個聖經學者 我只是知道五千年前 摩西講那個意思 可是對我沒有用啊 我到現代世界的時候 神 五千年前藉著摩西 向當時講這個意思 今天對我住在彰化寺的 永無教會的講什麼意思 那個才有用啊 但是因為不同的時代 問題就不一樣 所以同樣的聖經 就會產生 對不同的時代 有不同的意義 像副達人 然後花了很多錢 到瑞士 要求要尊嚴史 對小英文化出一個呼籲 為什麼 不讓我們國人在痛苦的時候 有這個選擇 為什麼你要把它說是廢話 還有要花那麼多錢 到瑞士去爭取 我這個尊嚴史 不需要被那個 那個 Pancreat Cancer 被那個移障癌 搞得這樣 很淒慘 然後才這樣 淒淒慘慘慘的事 我後來的日子是很悲慘的 為什麼我不能決定 這個時候就結束了 那這個做了 現在問題就來了 因為 這個在倫理學 在信仰上面 就被復活了 所以傳到人 也逃不掉 可是問題是 你在聖經找不到 經濟暗熱時的任何記載 不管是正面或面的 所以勢必要從聖經上說 如果聖經在那個時候 關於你的生命 有這個教導 那今天我們的人 如果要和神的意思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聖經裡面 有沒有關於 安樂死的教導 那個就不是示意 因為摩西絕對 不會討論安樂死 可是安樂死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 對不對 那你是基督徒 你一定要問神說 在聖經裡面 有沒有關於 我們可以找到 安樂死 那個就是只有 全聖能夠做 對不對 就是 聖經對現在的 對現在的讀者有什麼意思 所以慢慢的解釋 就變成是 原來的作者的意思 轉成對現在的讀者 是有什麼意思 因為這樣我聽了以後 我才能回去做 當時他以色列 你做什麼事 跟我無關嗎 我跟他的時代不一樣 所以這個解釋的問題 所以我就從 エッセディティ 轉到 就是從 示意 轉到詮釋 轉到詮釋問題就來了 所以從 那裡也相關於 那裡 被我當巨大 全世界 請問 建議 想要做 中國的 這個 我們 後來 ных 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答案 就不一样 所以同一个圣经 就会有不同的诠释 那么不同的诠释不是任意的 是我们认真的去 了解圣经以后 我们要问神说 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一句圣经 根据不同的时代 就会有不同的诠释 因为圣经神的话 跟时代互动以后 由于这边一直在变 所以神的意思会一直的变 或者就不能回应时代的需要 这个就是 你不能把你的解释绝对化 因为你要问对话说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时代是怎么样 所以就自己的解释 就会谦卑 是要称作 谦卑的诠释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讲的最好是 克林多前书13章12节 那里保罗说 我们如今恍惚对境观看 模糊不清 原来做如同财迷 就是我们看圣经 会有一种模糊的感觉 我们不能看得绝对的清楚 所以我们就承认 我看的是我的太法 它是片面的 它可能是不清楚的 但是这是我目前能够看得最清楚的 最好的解释 我就跟你们讲 这个就是所谓后现代的一个态度 它是谦卑的诠释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是本来前现代是一个 奇妙的敬拜 这是对整个宇宙是这个态度 然后到现代就变成一个自信的掌控 然后到了后现代就变成一个 谦卑的诠释 所以基本上那个态度是不一样 是会改变的 那到后现代他们是 既不是宗教 也不是科学 是到了语言学的环维在讨论 这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因为 人类跟动物不一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语言 所以语言跟灵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去想的 就是说 到底人类的语言跟人的灵性 有什么关系 我们怎么去了解他们的关联 他们之间的互动 因为我们说祷告神会听 祷告 就是用语言 祷告 所以你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语言上面 你说讲道 牧师讲道 解释圣灵也是靠语言 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的宗教的 这些内涵 脱不了语言 你把语言拿走 宗教的基督就 没有办法表达 也没有办法呈现 可是宗教的经验是超乎语言的 所以保罗说我曾经到三层天 我看到了一个我找不到话 可以讲的经验 所以 我们的灵界的属灵的经验跟属灵的了解 是会经过语言来表达 但是语言没有能力表达所有灵界的经验跟了解 所以有一部分我们叫做奥秘 奥秘就是我找不到话 可以表达哪一个经验或是哪一个了解 那表示我们的语言也是有限的 不只是科学有限 连人类的语言都有限 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男生的女孩子说 我爱你爱到不晓得怎么讲 因为我的字本已经找不到 那个字可以表达我内心对你的爱 那就表示说 持久 另外一句话 就说没有办法 那种感觉是超越 语言都会表达的但是语言是不能逃避 语言都完全拿走 我们就没有灵性了 这是很特别的 好 那后现代除了是强调语言学 强调签背的诠释 他有一点点的特色 我们review一下 就是他强调的是 你不要讲理论 你要告诉我 你讲这个有什么用 所以他追求的是两个 一个是真诚 一个是实用 真识 这是两个他们期待的 什么叫做真 真就是authenticity 什么叫做识 识就是pragmatism 所以这是我们叫做真识 其实是两 两码是识 第一个就是 你是 中间没有有趣 你心里面讲什么 你嘴巴就讲什么 你嘴巴讲什么 你做出来的就是那个东西 你在家里做什么 你在别人面前也做同样的事情 你在这个人面前做什么 在那个人面前也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人灵性的一个最高的表现 他们专的名字叫indiquity indiquity怎么欢迎 真诚还是诚实还是坦诚 就是一致 心口一致 言行一致 公私一致 然后不同的对象态度一致 就是没有提示 没有偏见 这个人就是真的 这个人真 这是一个真诚的人 然后他所做的事情 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 他不是只有讲的天花乱罪 可是事情还是在那边 所以这个实就是要实用 是真的有效的 所以你不是乱讲 你讲的就是心里面想的 这个我讲的是你真 很可惜的是 有的人真可是不实 有的人实可是不真 后代人要求说 我要的是既真 要实 你既坦诚 你又是可以真的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邓小平说的 一句很后生的 黑猫白猫 其实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你不要跟我讲 白猫好黑猫好 这是要抓老鼠好 这是要有用 那再来就是 或现在的一个特点 我刚才讲过 这是角度的问题 这是面向的问题 那你看见的 只是一个相对跟片面 这张图是 艺术家想要表达 这是两个 一个老人 跟一个老公公 跟中年人 一个谈吉他的 中年好像中南美洲 一个是他的太太 还有他的小姐 从皇母里面要出来 其实这张都不是画的 他是画一个酒杯 中间黄色的 其实是一个酒杯 旁边那是随便画一些杯子 那么一张画居然可以看出那么多不同的诠释 这个就是 美术家用画图表表示说 我们看世界其实就是这样 你把重点看成哪里 你把它看的是一个人头 那这个就是一个老人 他的这个吉他就变成他的胡须 这是一个女人 他的脸就是他的眼镜 帽子是眼镜的上面 可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 一个恍惚的话 那这个变成一个重点的呼吸 可是如果你注意中间是一个酒杯 黄金色的酒杯 旁边就是一个背景而已 他还不是人 他还不是人头 他是酒杯 很少人会看到酒杯 我们马上会被 旁边这个印象吸引 你看的是两个头 或两个人 只有很特别的会发现 其实中间是一个酒杯 他并不是一个空间 所以当你把人看成是重要的 其他的就变成背景了 看你怎么看 这个有很多图 我只是绝对几个例子 有很多这种图 你就看出来 又像这个又像那个 那这个就叫做 你的那个 相对跟片面 就是说 你怎么看 有一个图很好 这是一个小姐 在跳舞 他问你说那是左转还是右转 你一直看 他就是一个方向在转 可能让你再看 等一下 他好像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可是是同一张图 那个就更特别 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会 他说聪明的人 他可以叫他左转就左转 叫他右转就右转 这个是很厉害的 他的角度 他可以转 他不会被既有的那个假设 开始看到是左转 就一直以为左转 就看不看不 没有办法 看什么逆向 那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 那一张图就没有 你听到中文 那是黑的 你就看不出来 是往那边转 所以这个是perspective 这是片面 片面 我们中文有一个地方 叫做片面之词 常常有姊妹跑来跟我说 牧师啊 你帮我们证文的 你知道我老公对活动不好啊 那怎么样 就讲一道对 我听了我相信这个姊妹没有骗我 他讲的都是真的 可是他讲的只是片面之词 因为他只能讲他的片面之词 我就说我必须要有机会 听听你老公来讲 同样的事情 他的看法 我才能看到一个全面 还不是全面 是他们两个片面 我要找孩子来听听 到底这件事情 孩子的看法是什么 那我就有三度空间 如果刚好 邻居也在 他们找得很厉害 我在找邻居来问 我就看到第四个片面 当你看的片面越多 你了解真相的机会越大 所以每一次法官要判断 一定要 正反双方 要让他们足够充分的答辩 法官才能不会误判 你知道吗 两面一定是相对的吗 那你有没有办法 那个态度去好好的听 然后你做出你的判断 就不会是片面之词 片面之词可以了解部分真相 但是没有办法了解全部真相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站在自己的角度 看这个事情 我们逃不掉 你说没有我问公正我看全部不可能 你一定有偏见 一定有某一个角度在看这个事情 所以它是相对的 如果你看到的是片面 那你所看到的是一部分 所以没有你看到全部 他们叫做鸟侃图 就是那个地球 你是坐太空转 坐到很高的地道 看下来 你看到三百六十度 可是我们没有人 我们在地球上面没有办法 你看到这边就看不到另外一边 我们没有能力 他们说老鹰 叫做ego eye 老鹰的眼睛 或者叫做God's eye 就是神的眼睛 神是可以看到全面 知道吗 我们怎么看 就看到部分片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听 跟我们不一样看暖的人 对同一起圣经怎么解释 或许会帮助你 看到你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就是所谓憨慕和文学体 你在解释圣经里 还能把握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因为那个教派 就简直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你有没有那种宽阔的心情听一听 说不定会纠正你 本来自以为是的一个解释 才会发现 原来这一节经文 有两种解释 有三种解释 可能都对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最对 难道 有争议的经文 常常是属于这一类 这一类的吗 这个不只是片类 它是漂亮的 这是一个花园 这是一个花园 有没有注意到 它有各种花 颜色不一样 形状不一样 这个是神 他创造的宇宙 让你有机会到一个花园 让你种 一个早上 你大概没有办法找出两片叶子 完全一样 你没有能力 神怎么不叫工厂一样 做出来的每一个都一样 那每一个都一样就很不好玩 你不觉得吗 那个工厂的模作 做出来 颜色一样 样子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 神本来就希望 他所造的宇宙是多彩多姿 我们说你是独特的 全世界只有你是这个样子 没有第二个 就算同轮双胞胎 也不会完全一样 这种独特性就代表 我们个人都要差归 这个差归真的表示 我的尊贵 我的独特性 You are unique 你是独一无二的 神把你造的这样 我们从神造的万物好像都这样 你实在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 都有一点点差别 那个差别正表示你的神 你在神心目中有特别的地位 因为只有你是这个样子 这观念不是只有媲美而已 而且是神是喜欢多样 所以他们的态度 后现在的态度 是肯定多元 既然是多元 如果神造到的是多元的话 那么我们对不了 我们就不能说 这一棵树 这个叶子是标准的 其他的叶子都是扭曲的 都是有病的 不必这样讲 因为每一个树叶都是神创造的 他们不是不对 他们只是不同 所以第二 difference 就是不同 不代表不对 很多时候夫妻吵架 我听来听去 只是他们看法不同 有的人说我比较对 我说没有 这里不是对不对 这里只是观点不同 那观点不同可以讨论嘛 如果不对就是 那一个不对的要悔改嘛 没有讨论的空间嘛 这个对的不需要改变嘛 可是这种情况很少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 大部分只是观点不同 或是原生家庭不同 或是大家的这个背景不一样 所以当然夫妻人们就不爽嘛 对不对 一个事情出来 大家在屋檐下 总要有一致的可能 不是就是不一样的 那你怎么处理那个不一样 你可以不可以用宽容 来处理这个多元 所以就产生 不只是面相 或片面的问题 是这个pluralism 这个多元的情况 会不会被欣赏肯定 然后对跟你不一样的理由 有没有办法产生一种宽容 他们叫做 让他有空间火啦 不要把他挤扁才死啦 他也是上帝创造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所谓 多元成家就会有议题 多元成家就是强调说 既然大家不一样 给他一个空间 有没有不行 这是我们的专利 你既然不是一呼一气 对不起你不能用 我们已经到法院申请专业 所以你用别的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教会 宗教界在跟一般的在争议 大家很害怕 万一他们赢了吗 就怎么样怎么样 听说法国在游行示威的时候 我们要恢复传统 他们的牌子 你看看你看 法国都悔改了 我们来不悔改 很有意思 我不晓得这个家里 会被我们怎么样的结果 但是很清楚 这个问题在今天 在台湾还没有过去 还继续在 不 我觉得继续 那个汤还在滚 这个时候如果水到 掉到汤里面 他就是变成 漏汤疾了 有一些传道人就是不小心被丢到里面去 就很击惨 他其实不太是异性烈者的事 但是他就是 被丢到这个 这个政治的议题 不过有一点点 不过我后来就退休 所以应该没事了 赶快退休 我还想活 不想被烂烤鸡在里面 这个是文化上面 可以欣赏多元 这个就像台湾 有一段时间 那个就把台语打成 那个 是不入流的 所以是讲台语要被处罢 我们被划过 划战划钱 还有划什么 刮一个牌子 就不讲什么 荒年啊什么什么 然后那个 最后那个是什么 上十点以后才可以有台语节目 还有 大家睡觉的时候才可以有台语节目 最宝贵的八点一定是国语 这个台湾推行过 到现在发现中他们不好 没有把台语出去消灭 那 有的国家是说 鼓励你们保持你的母语 他们认为 因为 没有一个语言可以封富到 表达所有的东西 你去阿拉斯卡 你去埃斯基摩尼 你去问他们 学 下学 英文只有一个叫 Snow 阿拉斯加人 埃斯基摩人 他们有二十六个字 学就是学 为什么那么多个字 因为他们活在学里面 他们知道有那么多种学 你们平常都活在没有学 你们一个字就够了 像我们中文的感情的字 少得可怜 你知道吗 英文的感情的字 就比我们多好几倍 就表现我们是不善于 表达感情的种族 知道吗 我们的语言就表示 我们只有一个字 打环境调转 叫做头痛 我们把所有内心的痛苦 就用身体的症状 就是 头痛就表示一切 可是这个太 太绒统 包含太多 就没有意义 那我们诗现在是用幻力 又把英文的 很多情绪 换成中文 可是我们念讲 就拐杖焦虑 我们就认识 焦虑是什么焦虑 是搞焦的吗 什么忧郁 这些字本 我们都没用 是经过精神 你学心理学 然后 人家用了 我们就省办法 挤出一个中文字 来表示而已 那我们有一些是中文 特别可以表达 或是太特别 在英文就找不到 没有办法 也有 没有 我们的形容只是比英文好很多 我们有那个讲 没有 无信心 软软软软 像那种 那种是 是我们特别 所以我们要讲表达 就是说 西伯来文西大王 也是有问题 很多人以为 圣经采用西伯来文西大王 所以他们是完美的语言 现在已经语言写证明 没有的事 只是神选择 用他们的语言 那 既然这样 我们在语言 在文化上面 应该采取 欢迎多元 因为这样可以 enrich 可以让我们 生活很丰富 因为不同的文化 可以表达 别的文化不能表达 某一些层边 把它放在一起 以前美国叫做 Milding Paul 你从北欧来从哪里来 我都把你放到里面 煮一煮就变成一锅汤 就叫Milding Paul 就是美国汤 沙拉 现在发现不能这样 应该是用沙拉 你知道沙拉吗 什么东西弄来用 那个 那个什么 玉米还是玉米 菜还是菜 那个什么 欢解吗 还是欢解 他还是问在一起 可是他没有消灭 原来既有的 就发现 他的味道 他的颜色 是更好 不是什么煮一煮什么 原来都没有了 变成一锅那个 咖啡色的那个 奇怪的味道的 一锅汤 那个叫做Milding Paul 他们就不觉得 这是合一吗 大家都一样 冒险这样不好 应该大家都不一样 可是呢 可以和谐的在一起 就像沙拉 聊聊 可是 大家都保持原来 可是变得非常丰富 这是他们对文化的态度 对价值体系呢 就保持宽容 特别是 像回教 因为他们有圣战 所以很多人就要把回教打扁大使 那其实回教里面有极端 或者 佛教也有 印度教也有 基督教也有 就是把宗教当中 刀来杀人的 其实每一个教都有 可是最近又有回教他们 不是 那我们就要灰机弹炸弹 去把人家 打了吗 所以很多人就要把回教 当作魔鬼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有问题 因为宗教都有极端分子 那也有和平 和平分子 那你要去了解 各个宗教都有黑暗面 也有光源包括基督教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对不同的宗教 应该采取某种 宽容的态度 所以 在文化上 是欣赏 多元 在宗教 应该宽容 差异 这是后现代的 一个态度 一个态度 那你要宽容被人 就是不要把自己绝对化 所以基督教讲的 圣经是唯一的 但是不要讲的说 我讲的圣经是唯一的 我讲的圣经是 我对圣经的 全是 那不是唯一的 那是我的全是 这样就会比较有 宽容的态度出来 再来就是 后现代强调的是 直觉跟体验 这个是现代没有办法处理的 因为直觉是不能用逻辑处理的 也不能用实证处理的 他就是一个感觉 这是我们的右大脑 一个主要的功能 他就觉得不对 就这样 我说感觉不对 那问他什么理由 他讲不出理由 他说不对 我就觉得 这个叫做intuition 那现在后现代开始 主要人的intuition 哪里来不知道 可是有些人真的很强 像我这个就很弱 我的逻辑很强 我老婆直觉很强 所以我们两个结婚 又吵了很久 我一直跟他讲逻辑 后来他就不跟我吵 反正 讲不过你 奇怪的是 后面事情的发展是 他对我错 所以我们家里吃了很多亏 只是照我的逻辑 去做的结果 后来是很惨 可是老婆讲不出理由 这时候我可以不讲你 他说我就讲不出来 或是我不讲你 还说就行 就照会有好语 他就讲出你 我不要说就听你了 我当时的事实 所以才悔改 你知道吗 再发现出来这个世界 逻辑不是绝对 直觉也有它的攻坚 所以我慢慢的学习 有时候 虽然我的逻辑讲得很强 我就说 我就听老婆的 因为老婆很高兴 那我损失也比较少 这样不是两大碗喜吗 我以前损失太多 我真的真的 我都很节俭 他说 你要损失太多钱 哪有时候损失太多 一次就大得就去了 那就是我的逻辑 然后搞得很惨 真的 很多次 总要学聪明 老的嘛 他说听听老婆言还是不错啦 老婆自觉很强 他很强 他讲不出理由 所以他不跟我变 他说我就觉得这样 选择听他的 这是我的体验 还有就是 你要让我有那个体验 有多东西是必须要去体验 这个佛教很早就讲说 如人饮水 能暖自制吗 刚才说 你吃看看嘛 我在怎么描述 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尝到那个味道 我怎么跟你讲说 这个榴樓都好吃tek 怎么样 meget脂肪 你看 没看就吃的 牙咪 所以那种 要求 wine 要个人去体验 这会很重要 很多人信基督教 是被说服的 他们从来没有宗教体验 所以对他来讲 那个信仰不是那么真 我们叫做 理论性的信仰 我可以相信 有宇宙有上帝 我相信耶稣为佛使 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里 可是你从来没有进到那种feeling 那种体验 我其实信基督教信道带回那个世界 我才第一次体验到 上帝爱的我是那么痛 我把它称作painful love 我都会讲啊 圣灵卫背啊 以赛亚书啊 为了我的什么 祂送变上我们得意志啊 什么一切痛苦归在祂身上 我都可以讲 我相信啊 但是没有那种感觉 到太宗主牧师唯一的女儿 被我折祸 搞死了以后 我看到 太爸爸 太妈妈 不责怪我 然后把我的老婆 接去当她的养女 把我当她的养女婿 我真的第一次感觉到 上帝爱的我是这样的痛 你独生爱你死的那个很痛 然后你要去把那个 让你爱你死掉那个人 接来当孩子 那个痛可痛 我以前理性知道 耶稣为我死 对不对 可是上帝很痛我没有感觉 上帝独生的孩子实在是 上帝很难过 我没有那个威力 这一次我感受到 是我很喜欢台语的那个词 叫做疼 上帝疼 疼死我了 心情疼 我把它称作 拼破了 这同一个词 其实中文也可以来疼 妈妈疼你 妈妈心疼 有没有 所以一个字 就表达了两个意思 可是那种体会 我一直到车祸 我才要吃的感觉 我以前是理论的基督徒 我现在是经验的基督徒 所以圣经那种说 你相信 魔鬼也信 相信没有什么要不行 但是你有跟神建立那种 直接的关系吗 你有体验吗 霍先生在讲说 你是跟他这样讲而已 你理论吗 还是你真的有经验 这是霍先生在强调 所以他们强调 知觉 还有体验 所以要有intuition 要有experience 我故意用这张读就是 你要整个给你 你知道as cream就要好吃了 不是用讲的 讲的没有用啊 你讲的 再好你没有吃就是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什么feeling 再来就是神秘跟魔灵 这个魔灵应该是不叫魔能啦 这个是措置应该要看 神秘就是 你杀了啦 不只科学 包括语言学 我们神给我们的 礼物当中有一部分是 我们碰不到的 那一部分就叫mystery 所以后世代承认 神所造的宇宙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 什么都了解 我们没有办法 什么都体验 那一部分没有办法的部分 就叫做奥秘 奥秘很多啦 约伯基讲的就是苦难 就是奥秘 耶稣基督降生为人 就是奥秘 因为神是无限的 人是有限的 就我的头脑来讲 无限跟有限 是没有交集的 他们是相对的存在 一个是无穷的 一个是有限的 可是耶稣基督 既是神又是人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又无限又有限 这个我们的头脑是不同的 我们说十字架 神是既公义又慈爱 这个也是一个奥秘 因为公义就没有慈爱 慈爱就没有公义 可是我们相信 十字架是既公义又慈爱 太多 太多这种奥秘 还有死后到底到哪里 你圣经再读再读 它可以清楚 因为神就不交代清楚 对我们来讲 死后的灵魂是怎么回事 户魂是怎么回事 太多 那我们相信 但是我讲不清楚 那个就是属于奥秘 mystery mystery不是paradox paradox是好像不对 其实是对的 那个叫奥秘 奥秘是我们讲不清楚 我们承认 我们没有办法 什么都清楚 这个就是 现在他们可以承 这就是一种前辈的态度 还有就是 我们说谋能两个 就是这个 amiguity mystery是搞不清楚 amiguity是 看不清楚 它是可以看到 可是 不知道它真的是什么 这是模糊 奥秘是看不到 黑暗一片 这是奥秘 那 谋能是已经看到一点点 可是不清楚 到底那是什么 所以 后现代是可以接受 谋能跟 奥秘 他们可以觉得 贪婪的接受 再来就是 现代强调个人 听过说 相对无顺 主纳 那是现代的讲 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 面临神的舍败 自己护责 这是个人主义 那东方的人强调说 不是 个人其实是在团体当中 在行政个人的收益 你不该跟团体的关系 所以东方的人就强调 这个光中药主 这个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强调集体的关系 到后现代就慢慢的 又回到东方 从西方的这个个人主义 又回到这个集体主义 就是说 我们人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你的你 其实也是在你的家族当中 形成的 你也在影响你的孩子 他的我 所以这个团体或是自我 其实是一个互动 所以他们比较接受 我们的我是在 关系当中被建立 那我一直很相信这一点 就是说我的价值 我的地位 是在 有一个爱我的太太 有一些 还算是 各种关系普通的孩子 所以我这个人 活在这个世上 会有他的稳定性 如果把这些关系都切掉以后 我会 一个活在那里 不晓得我的意义 跟价值在哪里 今天我们教会 你们来听我讲话 就让我的意义多一点点 至少有一群人 可以打傻傻的 坐在这边 听话 讲一个半小时的话 我就觉得 老了还有一点用 人家还要听你讲话 所以我的 我对我自己的价值的意义 还是受你们影响 当你们坐在那边 我发现 每个人都在滑手机 或是打瞌睡的时候 或者自我 就受伤了 我就 我就去台北的时候 就觉得 今天很失败 不晓得在做什么 所以 我的我不是绝对的我 其实我是受你们影响 我受我太太的影响 今天我太太跟我 就是 到 福利基督教育 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的感觉是神 想要我到那边去 推动这个长照 平行怪故 可是我的老婆一直觉得说 阿福利安兄 你去这个就好了 不要 然后就是 我第三次去 前面两次我都自己去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神有一点 要我多一点时间 去普遗的时候 那我老婆不去的话 就 有一点遗憾 因为我觉得我老婆 在这方面 比我强 我是分析能力比较强 可是听别人的话 能力她比我强 强很多 如果我要去照顾老人 爱要站着老人 鼓鼓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老婆可以陪我去 当然一直不去 可是到今天 她最近中午 我跟你去一旦看看 我就非常的高兴 我当然不知道 将来会怎么样 可是至少开个桶 知道吗 就是她愿意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 她就说 我陪你去普遗 又要到 张望基督教育院 又要去医学院演讲 又要去什么 医师团记演讲 又要去幼虎教育演讲 到台湾以后 知道你肩膀 我太疼 我几天后 我们就要出国 她说 我不能这个 头毛像小的 现在出国怎么办 我要时间去弄头发 你那个头发 普遍弄都没有关系 我这个 就要弄 所以我想我到普遍就好了 然后到台中 你去转化 我要到台北去了 那结果 从普遍下大雨 然后她出来的时候 就发生赶车 然后赶到台中车站 刚好有一部高铁要到台北去了 我就看了她剩下两分钟 她开始做那个 然后在台北上 拿着一个行李 我看到她 她知道 她爬到台北上两分钟 我看到她很辛苦 那个 是往上跑 结果她还拿着行李箱 在 爬上去 结果 车子大概开了五周 他们在说 我不要赶上 那一部车 我就跟她说没有关系 人老人不要太急 然后 我不想你想到何感觉吗 就是说老夫老妻就是会 互相关心 想法不一样 互相尊重 不要勉强 这是一定要听我 我一定要听她的 然后 我讲到那个医学院 Clock 跟他们讲 男医师讲完以后 跟那个 张基医师团记 表演讲 都有半个小时的空档 我这个晚上在那边说 压力 要不要平安到台北 要不要吓一样 就他可能是在撞头 所以当不忘被听电话 所以我说 死了 当不再死了 要不忘了 不忘了 要不忘了 要不忘了 我就挂心 就刚才 刚才到永福教会的时候 我坐到手机一看 诶 我们到他打电话 我们在张基研讲 我不能听 他说糟糕 他打电话 我说不是 他在那时候 我们在世纪里面 怎样 怎样不听 所以要演讲一点 我再再打打给他 他就说我过来看看 可能你还在演讲 所以我就赶快挂掉 我想这样的表达就是说 我们到一个程度 我们还是彼此关心对话 挂在心上 这个让我的生活有幸福感 可是两个人 已经有不同的想法 懂吗 我会互相尊重 我会互相去体验 这个就是所谓那个 关系 懂得我想表达吗 这个包括很多 我只是用我跟老婆的问题 还有我跟三个孩子的关系 还有跟孙子的关系 还有跟同班同学的关系 不管是高中 还是大学 现在老的以后就是 我们最近代表一个同学过世 很多人就是在上面写说 哎呀 很遗憾怎么样 还有我们的一个老婆老师 师母还去我家 不久就走了 我会吓一跳 我们人就活在一堆关系 这关系一直在变 你知道吗 可是让我活着 稳定 有价值 是 我在意的关系 跟我都和谐 我就觉得很幸福 这个叫做 significant other 重要堂子 我们每一个人周围都有一些重要堂子 你跟他们保持什么关系 你会花时间去经营这个关系 这方面我老婆比我强 我是比较事情取向 把事情做好 就好 我老婆认为说 你要注意他的感觉 这是我老婆的强项 所以他帮我很动 就是 像女儿 家里 门新家 然后 什么门有问题 游泳池有问题 我就跟他说 这个 我老婆就会挺挺挡当 你知道吗 他隔起来说 现在那个游泳池怎么样 什么 哎呀 那我会不会死干 他就有 贾博士德仁宜战来 被邀请去 斯坦博士德仁 他就说一句话 他说他知道他要死 他就后悔他这一生 做太多东西的事情 做太少关系的事情 他说到你要离开死地的时候 东西跟你都没有 承不上边 只有关系 在你临终的时候 在你最后的时候 是你的太太你的小孩 跟你的关系最重要 所以 这些想法 这些经验都告诉我们 我们慢慢从 Position 走到 Relation 从拥有动机 到 维持关系 那我感觉是 我们孩子这一代的婚姻 他们对关系的重视 比我们这一代高很多 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会注意 这个决定会影响关系 我们是考虑这个决定会让我们薪水多多少还是少多少 一般是这样 我们会牺牲关系 去拿到多一点东西 可是我看到这个孩子下一代 他们民格东西拿少 他们不是不拿东西 民格拿少一点 只要关系能够多一点 他们可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是两个时代 不一样 就是后现代跟现代 在这里就不同 这个 强调关系 还有强调群体 就是我们的个人 其实 价值是在群体当中 是在group community 我用这个图表示 这一群老人 就是在 一个 很好的群体 我那个 河滨教会有一个 有一个长老 他其实是 那个 财经界的 做得蛮好的 他 妈妈住到双铁 爸爸妈妈住 我妈妈也住双铁 那个时候刚好 好像 他 爸爸还是妈妈 就住院 我妈妈也住院 他都病危 所以我们那时候同时 命名自己的长辈病危 医院长的同志 病危 就跑 那然后 因为我是医学背景 所以我比较多这方面 要怎么处理 他就快了 要备见了 所以那时候 我就跟他谈了一些说 你要注意哦 妈妈 这样子 要不要急救他什么 这些东西 就跟他谈 他觉得说 他找我 等到很多 可是他的感觉就是说 因为他比我年轻很多 他还有一个 父母没有死 不知道是爸爸死 还是妈妈 就是后来 我妈妈走掉 没有情形 他还走 那我就有陪他 就是说 什么时候要到安宁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 你要考虑什么 然后你更容易解释 意见让你知来 他们跑走过 他做了一个决定 说不能走 他说 那么我剩下一个 一个 长辈 我要好好的照顾他 因为一个已经走了 我剩下这一个 所以他就辞职 他就去念 老人学 博士班 然后他不只要照顾他的爸爸 他还要照顾清田社区的老人 所以他开始就 在利用教会的一堂 开始办那个叫做183 那个是183项 叫183快乐学堂 什么东东的 我一直以为 清田社区那个都是教授的 宿舍区 没有人会来参加这个小不到 来很多人 然后还跟政府争取到那个共餐 他现在一个中午 可以用八十个老人来吃饭 他在做没有一年多 那些人都不是基督徒 要么就是不信的 要么就是拜拜的 可是这个人 他开始用心去经营这个小团体 什么关系 然后每一个教授 其实都是一风之霸 知道吗 他就没有请教 他说 这是老人讲他的专长 就讲不完 那个讲的人讲得很高兴 听的人听得很高兴 他就建立一个老人的群体 知道吗 我讲这个群体 那有一个老教授 几乎 坐在家里撞风 几乎这个事情 一天都很抱怨 后来不晓得 后来就被推来 他真的每天要来 而且很快乐 而且变得很活样 这个就是这个群体给他带来的 他 又给我 像手机里面 一大堆那个老人 笑得很开心的照片 那这个是谁 如蜀佳珍 我教授我们走到他 那是我要建堂的时候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隔壁是庙 你还看到那个 九三宫 就是在藏机的旁边 那个就是我家隔壁的 你知道全村的人 有事没事 是去庙 去旁边去旁边 你知道吗 去开港 那孩子是去那 大家家里没有那大堂吗 就庙口是最好哪地方 大家去那边交易 那个是全村的 好像乡民活动中心 所以我就在印象说 为什么教堂 只有礼拜天开两个小时 其他就 上面都是放玻璃 什么 帮小偷跑进来的 然后 然后就是 礼拜天都开两个小时 然后进来拜拜 然后就关起来 我说 为什么差那么多 那庙都没床 行李亚伯母吗 随时都可以进去 那为什么 那当然有安全的考虑 所以那时候重建的时候 我就跟和平一个挑战 我们能不能以后教堂 不要有围墙 我们的教堂围墙很高 给他查到 对 后来我们就 真的没有围墙 但是我们就装那个 monitor 电子围墙 就是有坏人进来 我们可以报警察 我还有录影 但是没有围墙 第二个是 我们一楼怎么不能不用 台湾一楼是想贵的 他们说 不是浪费吗 我说不是 那个叫做幼墙 幼墙幼墙 就是庙的前面那个广场 是大家用的 结果我讲了他们同一个 一楼 教会没有用 我们从二楼开始用 一楼控制 可是都不知道做什么 现在这个长老 就把它变成 上课的地方 上课的地方 我非常的感谢出 他真的 把我的dream 感出 在我的人内 没有办法做到 可是他做到 而且 那些人不信教的 他们快乐来着 就对了 迟早有一天 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考虑基督教 你看他会向基督教带给他快乐 带给他年老的生命 充满的活力 充满的价值 他不是每天在教会 他帮他们计划 然后盖好人 到台队有多地方是可以好玩的 所以 导安非常的高兴 大家愿意出钱 都没有问题 就是喜欢活动 喜欢有人听他讲话 所以这个group 不是只有细胞小组 我觉得这个老人 也是值得做的一个 一个区块 这个就是他们 community community building 非常的重要 然后 relation 是比 吞吞更重要 再来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开始强调 灵性 开始强调亲密 Speciality 跟intimacy 这个关系最重要的是 爱的亲 爱的亲 心来为 有人要平 你也有人 敢把你的心来为 够 这最重要 不然关系 建立不起来 一般没有 不信任的人 我们不敢讲 太多内心的话 我们只讲浅浅的 必须要去过一段时间 建立关系 信任关系以后 我们才敢讲深一点 到很好很好 我们才会讲 真的心理的话 到那个时候 你就进入 什么叫做 亲密的关系 所以就不是关系 还能够到亲密的关系 注意人有灵性的需求 最近刚刚 我到普及这事情 我推这个 什么叫做灵性 那灵性跟宗教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过去我们以为 灵性就是宗教 现在发现 没有信宗教的人 他有灵性的需要 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 什么是灵性 我的了解是 灵性可以把我表达 解一个是 我来讲什么意思 这是意义的问题 我现在在餐馆 躺在这边 我活着有意义吗 我认为这个是灵性的问题 还有 我的生命还有价值吗 值得活吗 我想 户达人可能找不到 意义跟价值 他选择很厉害 如果他找到意义 价值 他可能再痛 他也可以留下 他有一段时间不敢死 又跑回来 因为他觉得 他放不下孩子 放不下 健人 所以 对他的意义来讲 还是关系 知道吗 他后来感到的痛 超过 他对关系的意念 所以他选择 忘记 他走 所以 人到很老的时候 那个意义跟价值 还有一个是 我有选择权 所谓人的尊严 就是说 我是我 我可以决定做什么 而不是被孩子决定 不是被医生决定 是 我 我的东西 我决定 这小朋友 从小孩子 那种大的尊重是说 我可以决定吗 不是妈妈决定 我几点要回来 我可以自己决定 几点回来 那种 自我的价值感 这是真几感 这是我想象到的 可能还有别的 那我如果在普及 今天有三个 同工来interview 如果顺利的话 那 我一个月才去一次 就是那个同工 就是富豪滩 我可能就会开始推动 再普及整个灵性 灌满 那第一个我想做的就是 什么是灵性 因为我对灵性 还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只有皮毛的 一些了解 那 中文的灵性的书 还不多 我觉得可能需要 读一点英文的 就是人家 过去研究的结果 然后 至少普及的同工 要有共识 什么叫灵性 我这对外人推出来就是各脆各的好 然后 没有办法 一个一致的看 可能要这样 那再来就是 我的同工必须要语言能力很强 他必须要有办法把英文化成中文 为什么 因为中间的同工可怕英文就读为大家能力 可以读英文 那你逼他读英文就讨不完 这必须要有办法 弄成中文 最后一节就是那些外老 因为实际上 照顾长辈的大部分是外老 那他们 整天跟老人家在一起 他们就是 干脂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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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身体的照顾 那这些外老是 最跟老人接触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 教他们说 你在照顾老人的时候 老人有这个灵性的需求 那你怎么去满足他的需求 的话你做不到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办法跟老人 20小时在一起 就是那些人 所以我的最后的目标是 你怎么把你 研究心动 还有大家的共识 怎么翻译 外老听懂 而且他便利去做 我觉得做起来很快乐的事情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关注到 他们的灵性 有人就跟我说 灵性就是传福音当中信耶稣 这是我说的事 传福音信耶稣是灵性的一波 这是基督教的波 如果对佛教那样是传福音 让人归于火土 基督涅槃 因为不同的宗教对于什么是最高的警戒 它有不同的信念 台湾基督教是少数 外老人都是灰教徒 如果你把灵性解释成 就是让人信教的话 那台湾的人会变成鬼教徒 因为照顾他的都是阿拉的 所以 我不反对传福音 但是 要很小心 就是在后现代 强调多元 强调宽容的时代 你怎么把你的信仰 活到 人家羡慕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的看法是 什么时候传为 就是 活到人家羡慕 让他羡慕 问你说你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 这是你传为的机会 这是我目前的说法 这是很被动 但是很积极 因为你传教不是用讲的 是用活的 我有一阵子就是 鼓励所有基督徒医生 都从基督教一按赤子 都自己上班 看嘛 就是那个 全民健保的 全民健保的事情 还有医院 经济困难 就让磁剂去环瑶 因为磁剂很会勿管 那活教主 捐的权很多 所以医生不必 环瑶的事情 那你只环瑶一件事 就是你照顾病人的时候 那个 病人觉得说 你那个白蜜医生不敢 都无论传教都不传教 就一直爱那个病人 爱到就 那个病人说 你那个人不敢 别说我告诉我 是他我才跟你说 我是他祖人 我这样 我变得心 好好好 没人 黑蜜医生我才来跟你说 你传道医没人可以跟你挂 他跟他说的 我没有传教啊 可是有传教我们有啊 我把他爱到变成基督徒 这是我目前的办法 在后现代 尊重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传道医 但是必须要是 活到人家 问 有没有传道 所以你说后现代宣道可以吗 可以 但这不是前现代那种之后 我开一个部导会 然后 印尼本书什么 属灵的 四个定律 然后你给我文中 然后两三家 水打开都把人家 投摘下去 然后本签主 你都就 那是现代的方法 后现代这样子 会被批判 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被接受 如果万有的看法 讲清楚了 然后普及都不能接受 那我就拜拜了 又没有工作了 再另外找 别人 工作 我不晓得 再就是理性跟科技 这是现代的两大花宝 一个是人有理性 可以了解 这个世界 一个是人有技术 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这是 现代 这两个科学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relationality 一个是technology 那现在已经发现 这两个东西 是很好用 可是不是全能 而且 他们产生的护作用 有时候 比他们解决的问题 还蛮好玩 现在大家已经发现 所以不是不能用 一定要用 但是你要小心 因为它有它的有限 还有它的护作用 你要有办法处理 或者后面恐怕 比前面更糟糕 我们的那个保密 大概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要减速 有没有 所以台数公司 应该要倒 除了它有改变的东西 因为塑胶 我们发现很惨 它没弄了 除了塑胶也可以 突破 我知道美国有很多塑胶 但是会烂的 不烂的不能买 所以它必须要把塑胶的材料 放一些东西 它会分解 所以这些元素 塑胶才能够被利用 不然那个骨都洗掉了 海龟 就看不到 看东西吃吃吃吃吃吃 这把10条的塑胶带 它就趴死 它就死掉了 那里面弄死 影响整个海洋的生态 对你也没有好处 我们吃塑胶带 不是要把海龟弄死的 可是 我们不是要 博人 博人会偶而死 现在 大概那个趋势 大概回不来 就是说 我们那个吸管 我们那些塑胶带 它不会那个 它有时候变成 微粒 你知道吗 那个会回到我们的身体 我会把你自己搞死 大塑胶带会搞死 海龟 可是那些微粒 会回到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 是从海里面 饶起来 所以大概会回头来 所以并不是 只有害死 害死自己 所以这个东西 怎么去处理 所以现在 在后现代的人一直强调 这个东西你要了解 它是有限的 理性 Rationality 跟Technology 并不是全能的 不是绝对的 它很有效 所以我们才会大量的用它 可是 它的危险性 必须要 现在所谓基因 有没有 我们合作叫 非基因豆浆 基因是科技的产品 你知道基因的 那个大豆比 没有基因的大豆好多少吗 那个产量多多少 你知道它抵抗那个含害 抵抗虫害 那个差多少 都不得了 所以那个 灰基因的 迟早会被基因的打尺 那现在大家都 拼命的想说 我们要买 灰基因的 灰基因 可是到头来 恐怕也挡不住 为什么 我们要抵制内 因为 我们不知道 灰基因的 持久会怎么样 我们的时间 不够长 我们宁可 吃老祖宗的食物 比较保险 他们已经吃了5000年 还没死 应该是不会失败 可是人类想要用科技去改良食物的这个动力 不会停止 所以不只是基因 我们想听办法 说我们的 水果肺炎越甜 那边的腰型低 然后现在就知道怎么办 糖尿病怎么办 就改成 不甜的 糖尿病专吃的 西瓜 不甜的 好吗 洪水都扭转了 我们发现 并没有什么都是最好的 台湾这外面是很小 农业的科技 是数据数一数二的 你要知道 我们那个 农业改良所 还有就是发现 我们对这个生态的破坏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怎么 跟生态合习共 这个现在神学连堂 生态神学 那科学连堂 所以你的孩子 可能会去念生态系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观念要 抽到整个宇宙 怎么样 让他们可以 Homeo Stasis 我们人的心白 如果不能 恒定 就会死掉 现在我发现 这个宇宙如果不能 维持一个稳定 宇宙会死掉 宇宙死掉 我们就活不了 因为我们是包在宇宙里面 所以我们的科技进步 如果会把宇宙弄死 我们就不要弄 现在开始有这个宏观 我们做一个改变 会影响整个宇宙 现在开始有这个观念 而且我们有电脑可以处理 以前没有能力 现在资料放到电脑 电脑可以把你 无限的放大 然后后来会告诉你 我在想 迟早 汽车不会完蛋 汽油的汽车会完蛋 那个能力源的问题 会有些人突破 可是那我们还找不到 现在 所以核能 什么烧煤 烧瓦斯 这三个都不好 可是 你又没有 别的取代 我说我跟朋友 他们就去研究 绿藻花点 那如果有一天 上灰花的话 所有这些都完蛋 核子 什么烧煤 烧汁的都不要 我们用海藻花点 海藻海水在地球的时温之气 到处都是海藻 如果液力数可以花点的话 就像我们太阳 如果可以花点的话 没有污染 什么都没有 问题是我的朋友 我花了十几亿 结果发现 研究出来的 卖出去的电 成本是他的 好几百倍 所以 不能做 理论上可以做 实际上不能做 你知道那个无奈吗 可是那个不一定 就停在这里 我觉得 只要有一天 我们的技术进步 我们的预期进步 说不定本来不能做的 有一天可以做 那我们再等哪一天 所以变成是 我们人类 必须要有一群人 一直去发展 新的能源的 Technology 那我已经知道 现在任何能源是 完蛋 那个大家都不好 核能也不好 煤也不好 那个煤气是 比较干净 可是也有它的问题 我们的CC6发一直在讨论 这个哪一个 哪一个 有一些是 台电的专家他知道 台电工资过去 怎么处理这个 台湾的电力的需要 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海南发电 都研究过 可是有一些可行性 有一些那个代价 我们没有办法 付得起 所以目前还是在 烧美跟烧 思南瓜思 反正是 超市好市大家的电费 说贵很贵 所以 大家交得起电费 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还是有的时候 应该用河 可是 湖岛的地址 大家知道 可是 日本来自 河农堂又开烂 因为他受不了 所以这个好像 饮症止渴 这我的感觉 明明知道会死 不然你也会死 那就你没死 我觉得是这样 日本最清楚 在这华中大灾难的国家 他为什么要在开 是一种 Google night 知道吗 经济 还有这个生态 所以这个生态是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你把生态看成经济更重要 还是为了经济 你可以不顾生态 我的同学就是为了这个 被那个 开那个 那个 电池工厂的老板 要派黑道杀他 那个 格 你听过革命吗 台湾很多米不能吃啊 因为那个 那个台湾的电池工厂 不是那个签 是格 那个很小的扁扁的那个 那个处理材很贵 一处理材 公司就不赚钱 所以他们就 趁暗期 黑股的就把它放下去了 这样较快 那个不会跑掉 那个就渗到土里面 所以 有一大片农田 就变成不能吃 那个米是格米 不一样 他隔进到身体 白不出去 痛痛病 一直痛 不会死 那就急在吗 痛死了就完了 就没事了 可是不会死 我那个同学就是 美国内这个 然后回来就是 开特别门诊 只要有功能来 什么样痛 可能给他酬血检查 发现是 我让他做一件事情 陪他的领救生 问他哪里上班 晚上偷偷的去那个工厂 旁边的土地挖一块土 回来混习 因为他现在那个 含隔量超过环节 报给 环保署 报警察 警察就去取地 老板就派黑道来追杀他 什么就是事实 你知道吗 对老板来讲 他当然求利 为什么很多工厂在美国开不了 因为那个 环保的要求 让他没无力可投 可是工厂投资 把整个游戏搬到东南亚 搬到印度 搬到台湾生产 因为这边没有那么高的规格 所以 越南跟印度都成立有 那个美国化工厂 发生 赌金外赛 整个村子都死光 印度为什么肯定 没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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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明明知道在这里不行 然后就移到 因为国家 这个叫做 没有工业 没有良心 没有工业 所以河沦都是这样 大家觉得这个河沦 会要放人家 好不好 放哪个 放医人 放那个 男女 所以男女人家说 放在中中午好吗 放在中中午 我同意 放任何人不发电 你说很安全 就放中中午啊 那这样代表你很安全 为什么你不放中中午 为什么不放蔡新农家里 为什么放我家里 那时候跟我保证 这个我们放多少公分 什么 绝对安全 什么什么什么 那就可以了 当东西不敢放 你只要放别人家 就代表你 即使你也知道 没有问题 你可以尽量保证 可是你没有办法 绝对保证 不是吗 既然核汇料都 不愿意化 你用核软化电 那你怎么办 因为化电的汇料一直出来 你不能放在核电厂 不能永远放在哪里 但是他们都是 核电厂弄大一点 就是放在哪里 可是 那会叮起来 所以这些东西啊 应该那个是 几亿年了 他那个半衰急 太长了 他那个化电是一段时间 后面都不好啊 被汇料 被汇料 怎么处理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如果 放大来想的话 说核轮最便宜 其实是骗人的啊 因为你计算的话 没有把他后面 后段处理的 算进去 当然最便宜 全部算进去 不啦 不太想 为什么 所以 这是我们的同学 他一直在 做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健保会夸达 一定会夸达 以目前的台湾的政治环境 可是谁都不夸达 立法委员的考虑 我们人民的考虑 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 医生有医生的考虑 大家都会自己考虑 我那同学说怎么样 让健保可以永续经营 那个观念就是说 像生态 生态如果不能永续 那种草不好 因为有些这个便宜 破坏很晚的 来不及平补 健保会夸达 我们过去台湾的医药体系 崩盘 可是 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 对不对 当然教的越少越好 生病的时候看的越好越好 那有这个事情 没钱的话 咱们谁来的 所以这些观念 要怎么去沟通 怎么让大家可以 就是永续是一个观念 那这个 环境也是永续的这个问题 再来就是共同学习的旅程 那这个我很喜欢讲 就是 我们是一起学习 可是呢 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 其实我本来 有一点这样 后来想一想 我现在讲那么久 我很累的时候 想说 总要要下车的时候 在我的弟兄说 在我的弟兄说 没有啦 我都是这样摆车 你怎么可以 这样 我这个糟糕了 没有 没有 那时候你这样去不去 我说去啊 他说你去到 为什么不来永国 你怎么可以这样 歧视 我不公不义 这个糟糕了 这个人都甩不掉了 那 一生抱着学习的态度 就是说学无止境啊 没有毕业啊 我们希望一段接触 新的看法 然后希望有不同的看见 没有关系 在老 吃袋以前 我都愿意 开放新的东西 那这个是学习 然后我们是一起来学习 不是自己学习 所以是 就是一群人 愿意 我叫做LLL 就是终生学习团队 就是他们愿意继续的学习 继续的成长 然后呢 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旅程 这是一个继续往前走的 这是后现代的人 他们可以 这样的观念 好 我的时间讲到了 剩下四分钟 有没有问题 我讲的后现代十个特色 我现在有请问一下 有没有事吗 你对那个 从宗教观点 对安得死的人看 我跟你说 如果你要讲的是 基督教的观点 就是到目前为止 基督教的观点 还是反对 安得死 基本上 基督教的观点 生命 不是我们自己的 也不是我们创造 是神创造 所以 生命的主权是在神 这是传统的宗教的观点 可是我已经讲过 这个权势 在时代不同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重新去 看他的权势 好 我调出宗教 佛教 怎么讲 我不知道 我没有研究 我不能讲 我只能说基督教这篇 但是呢 从逻辑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已经接受 消极安得死 我们反而改成不是安得死 叫做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就是 必须要放弃 无效医疗 因为无效医疗 既不能治疗 只能延展 病人的痛苦 所以这个是不道德 这个是大家所接受的 所以安宁疗护 变成全世界 没有争议 这个即使过去 我们叫做消极安得死 就是医生有技术 可以让他不死 可是没有技术 让他活过来 正刚过来 我们就暴击这种 拉着他 不让他死 他又不能活得好好的 这种医生应该 不应该这样做 应该让他走 这个叫让他走 我自己想 如果 什么情况 会让我们觉得医生 不应该 延长 增加病人的痛苦 他背后的逻辑就是说 让一个人这样受苦 是不道德的 如果你接受这种想法 那我们积极安得死 应该接受 因为积极安得死 会比消极安得死 更有效的 更断的 让病人 不要受苦 除非你认为 减轻病的痛苦 并不重要 就问说 为什么你要接受 消极安得死 就是不要延长他们的痛苦 换句话讲 就是 减轻痛苦 是大家都共同追求的 既然不能好起来 我就不要平白骨在那边受苦 那我们知道 医生的技术 是可以让你几秒钟内 就死掉了 可是如果 我用消极安得死 你可能脱个一个礼拜 可能脱个两个月 最后那两个月是很凄惨的 你知道吗 医生可以尽量让你减少痛苦 但是不可能让你绝对没有痛苦 这是护到人们生气的地方 没有一个安宁 然后可以保证说 我让你都没有痛 除了我让你打成昏迷 那这样你火跟死就一样 这是你都不行的事 你只是 积极维持 你在呼吸吸掉这样 你也不能跟家人讲话 什么都没有 完全昏迷 那个也不容易 你要调的药又刚刚好 调的不好的话 它就被你昏迷死了 一几数或许做得到 可是那样有意义吗 你把它就是减净痛苦 然后让它 脱三个月死掉 三分钟就可以让它被痛苦 你眼看着它 痛苦三个月才死掉 这个叫道德 所以如果你问我 伦理学或是 那时候消极安得死被接受 我自己就脱脱行 我糟糕 这个积极安得死 会被提出来 因为 逻辑上来讲 这是不同的 如果消极安得死是对的 那积极安得死是更对的 只是要小心 被耐用的可能性 你怎么去预防 这个当然 我们不如 欲网耐用 就说不可以用 这是很奇怪的 就是 尾钞 就是美金很贵的时候 就很多人因尾钞 你不能因为有尾钞 就说美金不能用 这个是很奇怪的 所以 这个abuse 就是 烂用的情况 一定会有 比如说财产的问题 很多家族的问题 就会想办法 弄医生 把他死掉 我就会用财产 那这一些 我们担心的 这个abuse 如果可以适当的处理 其实 积极安得死 跟消极安得死 都是一个 简直痛苦的 一个方法 他的目的不是让他死 是不要让他受 不必要受的苦 那当然宗教 基督教说 不行了 这是神要他受的苦 怎么可以让他受苦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解释 可是 积极的解释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花烧你 不能给他aspirin 神要他花烧你 然后一直烧烧烧烧烧到 花斗啊 对不对 这是神让他 如果神不让他 他就不会花烧啊 那你给他aspirin 是你介入啊 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 医学整个都要毁掉 没有人会这样讲 我认为医学是上面给我们的礼物 他竟然这样 人不能介入这个 这个逻辑有不同 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说 这是上帝的 这个区域 不用 就是犯罪 这是过去传统的 这个argument 那我讲的只是一个现代的诠释 那个不是神经 那个不是真理 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诠释 给你赞告 好我超过两分钟 我们来结束 我没有讲完所以 下个月我会再来 那以后再说 我在等你 因为 我有一半台面前 抱歉 接着两个礼物事 我们再祷告 耶稣谢谢你 让我们再用我教会的这个机会 可以了解 后现代了解 很多我们目前 所增长 所面对的 挑战的问题 我们渴望的是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在这种多变 价值观的 都不要的后现代 我们总活出一个逃迷喜悦的生活 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信仰 也让后现代的人会感动 会想来 成为你的门徒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每一个人的挑战 求你保守我们 等等回家 让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 祷告我们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大家